《三十線》 三十線在規則上面是一個認定的問題 代表了就是 當跑者遭到野手夾殺追逐的時候 他不能偏離他原來的雷線 太遠的一個地方 不然就整場就沒完沒了的 所以當這個野手持球做促殺的時候 然後他偏離了左右三十線 這樣就一個成立了 這一個重點就是在 必須要野手要做持球 要持球 手上要持球 不管是手到持球 或者是單手持球 有要做促殺的一個動作 裁判認為他有一個促殺一個動作 他正好就偏離了一個三十線 這個就可以成立了 然後三十線如果是 一個追逐一個前後的 就沒有什麼三十線的一個問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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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沒有什麼問題 我怕尤其是 最詞的一個問題 我怕尤其是